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贴这些新著名的需要 走进移民署花莲服务站 办公室不大 墙上满满贴着服务项目 还有不少活动照片 花莲地形狭长 要照顾从北到南的新著名 服务站设立了社区协会和关怀据点 把触角拉得更长 我们就是配合花莲先政府 把服务据点来 到这个服务据点去 来共同执行这个服务的一个项目 所以我们就会分南区 中区 北区 那我们服务行动列车 着重在偏向的部分 就是到中区跟南区 在社区协会和服务据点之外 服务站还创立了关怀列车 每个月启动两次 以流动方式穿梭在偏远乡间 进行个案访试 实地了解新著名的生活 了解他们的需求 也让他们感受到被关怀 因为是因为婚姻的关系 他们就会居住在这边 又让他们融入我们的一个生活 也让他们来到这边 就是营造出说 这个环境是对他们是友善的 只有13个人的小站 发挥小而美的精神 从证件申请到服务关怀一手包 让华莲县七千位新住民 得到更好的照顾 也更快适应新生活